我们看一下神的话语 哥林多前书 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二十四节 我们一起来教读十八的二十四节 因为实在的道理 在那灭亡的人为余卓 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 就如今上所记 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 废弃聪明人的聪明 智慧人在哪里 文士在哪里 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 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为余卓吗 世人凭自己的智慧 既不认识神 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余卓的道理 拯救那些信他的人 这就是神的智慧了 犹太人是要神迹 希腊人是求智慧 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 在犹太人为绊脚石 在外邦人为鱼卓 我们一起看 但在那蒙昭的 无论是犹太人 希腊人 基督 总为神的能力 神的智慧 阿们 今天的题目叫做 医治世上的绝对忘楼 葛林多前书一章18节到24节 我们刚才读了这一部分的经文 首先在序论部分当中 本周主日呢 是叫中疗主日 什么意思呢 下一周呢 是苦难周 就是每一年有复活节 那么在复活节的时候 我们要进行 洗礼仪式 在这之前呢 我们要进行洗礼问答 以及培训 那么 下一周呢 是耶稣实际上 为了去背十字架 在哥哥塔地 进行的这个苦难的一周 所以我们要知道 十字架 这个事件 与我们而言 导致什么 我们要知道这个含义 十字架 说的是 医治我 世上 救活 真因如此 所以打造了十字架事件 这就是十字架事件的意义 为了救活我 为了救活 我世上医治这一切 所以神打造了 十字架的事件 上一周我们看到的内容一样 对吧 讲台话语叫做 十字架福音 如果 那么后天的主日讲台话语 叫做 十字架 赐给的恩典 我们要以这样的一个提供 跟大家分享话语 对于我们而言 最重要的事件是什么 就是十字架的事件 这说的就是 神为了 医治我 于世上 并且为了去救活 所以神打造了十字架的事件 正因如此 我们要把十字架这个事件 持定为应许 十字架事件要持定为我的应许 这就是说 十字架福音 与我 是上一周 讲台话语的题目 我们要持定 十字架的这个事件 为自我的应许 那么不仅我能够活起来 我的家庭 家门 我们的地区 二三七国家 也都能够被救活 而且呢 通过十字架的这个事件 神 最重要告诉我们 真正的能力是什么 今天我们读的 二十一节 二十二节的话语当中说 犹太人他们求什么呢 犹太人求神迹 希腊人呢 他们求什么 求智慧 那么我们呢 却是传定十字架的基督 我们真正的能力是什么呢 二十三节 二十二节的话 犹太人要神迹 希腊人是求智慧 但是我们 却是传定十字架的基督 十字架的基督 告诉我们 他是我们的能力 哥林多前十五 一章十八节说 实在的道理 在那面亡的人 虽然看我仁浊 但是在得救的我们 却又为什么的大能 那么 还有另外 我要去知道的一个部分 我是不足 软弱 缺乏的 我不足 缺乏 又是软弱 而且是常常失误 但是没有关系 为什么呢 神不是使用了 拥有背景 有力量的摩西 神不是使用了 有背景 有能力的摩西 而是使用了 抓住十字架 事件的摩西 初代教会呢 法利塞人是非常聪明的 他们非常的热心 真的 我们不可以 提出来任何的瑕疵 因为热心 虽然非常的骄傲 但是他们的努力 热心 神没有使用 这样的法利塞人 虽然是 不足 缺乏 软弱 无知 但是 神却使用了 这样的初代教会 因为他们 持定的不是别的 他们持定了 加略山的十字架 这个福音 因为这个 所以救活了自己 而且知道哪里呢 救活了罗马 所以我和各位 是不足 缺乏软弱的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要持定的是什么呢 知道加略山 十字架能力的人 神会去使用它 你们相信吗 我们拿着我们的背景 我们的软弱 我做不了 我不可以做 不是这样的 当我们知道加略山 十字架的能力的时候 神就会去使用我们 这是非常重要的 神不是使用了 拥有背景时期的摩西 虽然在失败的 这个位置上 但是 他持定了 实在这个能力 体验了神的能力 所以神使用了摩西 虽然年岁已高 神不是使用了 聪明的法利塞人 虽然是无知的 没有什么学问 但是却知道 加略山实在的能力 仰望这一点的 初代教会 神使用他们 让他们救活了罗马 所以我们要抓住的是什么 就是十字架的事件 这个与我是什么关系呢 十字架赐给我们的这个恩典 本周要讲这一部分的话语 十字架的这个恩典到底是什么 当我们明白这一事实的时候 就能够医治世界 救活世界 成为绝对忘容 我确信 本论第一点 本论 也是我们常常听到的话语部分 约翰福音 十九章三十节 主在加略山实在架上说 都成了 我们要看一下 这句话的意义是什么 圣经当中 其实有很多的话语 对吧 但是这是最常常去提到的部分 耶稣在加略山实在架上说 都成了 宣告都成了的 这个意义 导致什么 我们要看一下 第一点 基督的十字架 是把人生所有问题的根本问题 诅咒全部结束了 基督的十字架 是让人生有一切问题的根本诅咒 这是三个部分 把这一切全部都结束了 这根本的诅咒是什么呢 因为罪而来的诅咒 撒旦的诅咒 地狱的诅咒 这个让人有一切的问题 这是根本诅咒 现在也是因为这些原因 人类不断地在发生着问题 结束这一切的事实 就是实际上的世界 所以耶稣说什么 都成了 罪的诅咒 撒旦的诅咒 地狱背景的诅咒 全部都结束了 第二点 都成了 这个话的含义 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说 不要再被骗 实力实在的能力 胜利吧 让你们走胜利的道路 实力实在的能力 因为都已经成了 所以我和各位是怎么样呢 我们走胜利的道路 而且 因着十字架 十字架是什么呢 不是 废物 不是 毁坏 而是 打破撒旦 摩腿的头 这是十字架 所以我们的十字架里面 我们的这个本真是什么呢 当我们知道 这三个部分的时候 就明白了 都成了 这个话的含义 到底是什么 耶稣在最后去宣告这句话的 含义到底是什么 当我们明白这三个部分的时候 就能够享受这祝福 人的问题 现在不断地在发生的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根本诅咒 那么这根本诅咒当中的第一个 首先就是罪的诅咒 我们说罪的话 不知不觉就是 我们里面已经有的原罪的问题 我们在这世上 过人生 因为错误的这些原因 有的这些自犯罪 还有我们的主上 祖先所献的这些 济犯的这个罪 我们照样 临到这些罪 这些罪的诅咒 无论是谁 都没有办法解决这个罪的诅咒 正因如此 没有从 没有办法从罪的诅咒当中脱离出来 所以每一天都在这个 罪的自责当中过人生 因为罪 所以自责这样过人生 但是呢 各位来看一看 我们的主为了解决这个罪的诅咒 向我们宣告的话 就是什么呢 罗马书八章一到二节 在耶稣基督里的 就不再被定罪 说有罪还是没有罪呢 就是不再被定罪 为什么呢 因为耶稣基督里面 圣灵与生命的律 让他从死亡于罪的律里面 怎么样呢 得释放了 我们是从律上面完全得释放 这是赐给我们的恩典 现在人也因着罪 造就这世上一切的问题 这个罪的问题完全得解决了 所以创世纪十二章 二到三节当中 是赐给亚伯拉罕的祝福 你会成为福的根源 然后三节的话语说什么呢 祝福你的我就要祝福他 诅咒你的我就要诅咒他 天下万国英你要得福 不仅让我们从罪里面得释放 而且让我们成为了福的根源 人没有办法解决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罪的问题 无论是谁都没有办法解决罪的问题 原罪是跟我们没有关系 所发生的这些罪 我们祖先犯的罪 跟我们也没有关系 但是我们的人生当中也会有自犯罪 我们说自犯罪 其实比你不知道犯的这个罪 对吧 更多呀 你以为你知道的很多 其实不知道的更多 而且我们祖上犯的这些罪 然后也传承到我们身上 即使如此 但是从律上完全让我们已经得释放了 并且让我们成为了福的根源 赐给亚伯拉罕的这个祝福 也依然临到我们 让我们拿到这个福的根源开始 第二点 这世上现在发生的所有的问题 根本诅咒全部都是撒旦的诅咒 虽然眼睛看不见 但是凶恶的撒旦依然存在 真以如此 创世纪三章一到六节 让亚当失败 让亚当离开神 失败了 这是凶恶的撒旦的诅咒 不仅如此 以佛所说六章十二节 世界越来越堕落 所以我们的征战不是 于属血气的征战 是于执政的 掌权的 空中运转的邪灵 我们的征战不是于血气征战 大部分的圣徒都是于属血气的去征战 但是我们真的征战是什么呢 我们于这些执政的掌权的 为什么他们被撒旦所掌控 所以真以如此 我们要为国家 为政界人士去祷告 为这些执政掌权的去祷告 为什么呀 因为一不小心 他们就被凶恶的撒旦 成为道具去使用 所以说什么呢 管辖这幽暗世界的 这事实上的所有一切 全部都是从魔鬼出来的 因为管辖幽暗世界的 就是撒旦魔鬼 所有幽暗的事情 从哪来呢 堕落犯罪 都从哪来呢 全部都是黑暗的世界 那么有这个管辖幽暗世界的 这个就是撒旦 这也如此 还说什么呢 空中属灵气的恶魔 这个空中属灵的恶魔 不断地去打造宗教 宗教越来越多 属灵问题越来越严重 不仅如此 结果这个凶恶的撒旦 不断地撒谎 约爱福音八章四十四节 你们是出自于你们的父魔鬼 最后说什么呢 他是说谎的事 说谎之人的父 所以人生不可能好 现在好像很好是吧 其实被骗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父就是魔鬼 怎么可能好啊 难道不是吗 他是七晃之人的父 听了谎言长大的人生 他怎么可能好 所以不可能好 只是被骗了 好像看似很好而已 并不可能好 现在也不断地在问题当中而已 为什么呀 因为凶恶的撒旦 就是什么呢 是七晃的 拿着这个七晃的 让人生被骗 还有约爱福音十章四节的话 也说什么呢 他是盗贼 神说我来是为了让你得生命 为了让言得生命得得更丰盛 但是什么呢 在这后面的部分说 希望的撒旦魔鬼是什么的 他是盗贼 就是这样的 现在总是想要偷走我们的灵魂 把我们后代的灵魂给偷走 这是撒旦的主要作为 而且让人陷到世上的私欲当中去堕落 一幅所书二章三节 随从空中掌权的 随从世上的封锁 就是空中掌权的邪灵 怎么样呢 你们本是可怒之子 因为撒旦的诅咒 把人掌控 所以人就有这样的私欲堕落 不断地被牵着走 为了解决撒旦的诅咒 所以神赐给我们的话 也就是约翰一书三章八节 神的儿子显现出来 就是怎么样的 为了除灭魔鬼的作为 基督来了 现在也是 把人变成一切问题的根本诅咒 在十字架上完全打破 这就是都成了的意思 神的儿子显现出来 就是为了除灭魔鬼的作为 正因如此 我们要持定基督 持立十字架 神赐给了我们 可以胜过的权柄 因为撒旦魔鬼 所以神赐给我们 能够胜利的 就是持立十字架 基督就能够胜过 撒旦魔鬼的权势 第三点 地狱背景的诅咒 我和各位 如果不遇到神 在这世上 生活在地狱背景当中 然后不得不受地狱的审判 希伯来书 九章二十节 人人都有死 死后有审判 死后有什么呢 说 死后有审判 如果说 只是在这世上 过一辈子 死了就结束的话 没有必要信 一定要知道 人人都有一死 这就是人的有时 现人生 死并不是结束 后面还有什么呢 有地狱的审判 在等待 所以不幸的人 生活在地狱的背景当中 最后呢 受地狱的审判 那么我和各位呢 在基督里面 享受神永远的祝福 拿着神国的背景 在这世上 可以胜利过人生 所以神给我们派遣了基督 所以地狱的诅咒背景 全部都结束了 神因着基督 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 不是永远的地狱灭亡 而是永远的生命 为了让我们享受这个祝福 神赐给我们的名字 就是基督 实价的福音跟我 还有本周主日说的 讲台话 实价赐给的恩典 这到底说的是什么呢 因为实价的事件 救活我 救活世界 一致 这是神打架的事件 救实价的事件 在这里面 神爱我的这个事件 就是实价的事件 就是我们非常清楚的话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神爱世人 甚至这样的独自赐给他们 神爱世人 甚至这样的独自赐给他们 虽然你们不足软弱 失误 缺乏也没有关系 是因为爱我们 所以赐给了我们基督 所以让我们在神的爱当中 我们是在神的祝福里面的人 神是因为我们 让基督死在十字架 为了我和各位 在实在这位基督 神 让我们在这个爱 在这个祝福当中 我们只要确认这一事实的时候 黑暗事力就会倒塌 第二点 实定实在的能力 不要被骗 让我们胜利 那么实在的能力是什么呢 我们可能会失败 但是不要害怕失败 有可能我们会跌倒 但是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是人 在这世上 哪有谁不失败的呀 哪有谁不会摔跤啊 但是失败了 然后跌倒了 然后就是 摔倒了 很多的人就会放弃 不应该这样 话也告诉我们 非常重要的一点 对于失败 我们可以无所谓 为什么呢 就是你们里面的 这些伤痕啊 长久以来的这些习惯 不知不觉 会带给我们属灵问题 我们有可能会发生 这样的属灵问题 只是一些轻重的差异 所有的人都有属灵问题 因为自己受到的这些伤痕 或者一些错误的习惯 然后怎么样呢 会显出一些问题 但是没有关系 为什么 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 帮助我们的圣灵 在我们里面 我们来找一下 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 我们一起来确认一下圣经 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 我们一起来诵读 况且我们的软弱 有圣灵帮助 我们本不晓得 当怎样祷告 只圣灵亲自用说出来的叹息 替我们祷告 哈利路亚 我所有的失败 伤痕习惯 全部都结束了 你们去宣告吧 而且呢 在我们里面 为我们祷告的圣灵 我们去求这个帮助吧 虽然我们不知道 该怎么样去祷告 但是圣灵在我们里面 有说出来的叹息 替我们去祷告 它是什么样的存在呢 希伯来书四章 十五到十六节 我们来找一下 希伯来书 四章十五到十六节 我们一起来诵读 因我们的大祭司 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 因我们一样 只是他没有罪 所以我们只管 坦然无惧地来到 圣灵宝座前 我要得连续 蒙恩会 做随时的帮助 或许你们失误 或者因为伤痕 在这个习惯当中 属灵问题 不知如何前行 你们要知道 去宣告 十字架的基督 就已经结束了 是吧 我们的主 并不是 没有体恤我们的软弱 他跟我们一样 受过试探 他知道我们的软弱 因为我们是一样的 所以怎么样呢 我们要每天 来到 圣灵宝座前 坦然无惧地来 持语基督 实在的这个能力 使用基督的这个名字 来到宝座前就可以 我们可能会跌倒 也可能会失误 但是没有必要被这个捆锁 因为我十字架 已经全部都结束了 我们去宣告 宣布吧 今天我们还需要 主的恩典 所以我们今天来到 宝座的面前 来到基督面前 只要这样就可以 第二点 我们只要不被骗 就能够胜利 是让我们这样过人生 对吧 但是某一方面 我们会有困难 也有问题 会有这样那样的事情发生 很好 困难 问题 事件 因为这样的时候 应该怎么样 再次给你们说明 这个是可以确认 十字架 能力的 机会 困难 问题 事件 格林多后书 十二章 九到十节的内容 保罗 他有这样的困难 无法向人言说的困难 说这是撒旦给的次 所以在保罗的福音事工当中 是一个非常大的绊脚石 随他的神面前 三次恳切祷告 说这是撒旦的次 这是困难呢 是问题 对吧 对于保罗 就是很多的神学家 研究说 可能保罗有这种癫痫病 就是突然间就晕倒 作为传道者 这样子晕过去的话 其实真的是 怎么说呢 不管怎么样 保罗就有无法言语的 自己无法解决这些问题 但是怎么样 他说什么呢 他后来终于明白了 当我软弱的时候 就是什么时候刚强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格林多后书十二章 希望大家不要被记得软弱欺骗 十二章 我们从七节到十节来看一下 我们一起来诵读 又恐怕我因所得的起誓盛大 就过于自高 所以有一根刺夹在我肉体上 就是撒旦的差异 要攻击我 免得我过于自高 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 叫做刺离开我 他对我说 我的恩典够利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 能庇护我 能复避我 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 凌辱 极难 逼迫 控苦 为可喜乐的 因我什么时候软弱 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谁会夸自己的软弱 跟凌辱呢 但是知道实现能力的人 他就会说什么呢 原来我的软弱 就是体验实现能力 所以软弱也好 凌辱也好 都可以去夸耀 或许在座的各位 有困难 有问题 遇到什么事件吗 这个是体验实现能力的机会 愿各位持定这一事实 所以圣经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部分 以赛亚书43章 17到18节 神是要行 新世的神 耶利米书33章 三节说 又大又难的事 神在我们的艰难当中要去行 二节当中里面 就是耶利米被关在牢房当中 他是在患难里面 对吧 但是神却显现对耶利米说什么呢 你要向我求告 我就让你知道 又大又难的事 在患难当中 以为是困难 问题 事件 但是神却对耶利米说 要我让你看到 又大又难的事 只要呼求 只要祷告就可以 所以任何一切都没有办法击溃你们 你们要明白这一事实 正如所罗马书8章 29节 28节 罗马书8章 28节 蒙到神护照的人是怎么样呢 一切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现在我虽然没有办法理解 我发生的这些种种问题 但是最终怎么样 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无论什么样的问题 困难 确实自家的能力 是神自己的机会 抓住这一部分 不要被骗 不要灰心就可以 只要不被骗就行 大部分的都会被骗 只要不被骗就可以 最后第三点 那么如此看来的话 我们再看最后一点 就是格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 非常清楚这个话语 对吧 对我们而言 神只会赐给我们能够担当的试探 就是这样的 只会赐给我们能够担当的试探 如果你们有困难 有问题 你们可能认为是困难 是问题对吧 但是神赐给你们是因为你们能够担当 就赐给你们的 当你们没有办法去担当的时候 神就会赐给你们能够躲避的道路 那么这个躲避的道路就是基督 无论我们面临任何的问题 都是神让我们去担当 能够去受的担当 如果神有困难 有问题 去挑战吧 原来这是体验实际上能力的机会 愿各位去挑战 只要不被骗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持续实际上的能力 要走胜利的道路 还有什么呢 第三点 不被骗 胜利的道路是什么呢 平时的时候 进入重要的祷告奥秘当中 各位通过重要的祷告 我们平时兴起的是什么呢 神的国 神的国临到的时候 就兴起圣灵的作功 我们平时祷告的时候 对我和各位而言 我们说什么呢 发生神国的是什么呢 就是圣灵作功 因为圣灵领导 所以这些神的国 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九节 如果你们是父母的名去赶鬼的话 那么就是神的国领导你们了 我们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神的国 对我们而言 最需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神的国 本周我去一个家庭做摊访的时候 拜托他们说 耶稣四十天集中的时候 讲了神国的事 对吧 那么就是耶稣在升天之前 我们复活的主 他可以马上就去到天国 但是为什么非要停留在这世上四十天呢 没有讲别的 讲的是神国的事 那么这个神的国是非常重要的含义 难道不是吗 就是这样的呀 复活的主可以马上升天 但是却停留在这世上 然后对存留的门徒 没有去讲别的 讲了神国的事 那么我们人生在世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神的国 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神的国 这也如此 对门徒四十天集中去讲述 得救的那一瞬间 我们的背景就改变的是神的国 不仅如此 在得救的那一瞬间 神的国是我们的背景 我们神在世的所有脚步 能够把撒旦的国改变为神的国 这是神赐给我们的珍贵使命 这是神的国 把黑暗的国改变为神的国 这是神赐给我们的使命 这就是神的国 因此兴起的就是圣灵的做工 神的国不是随便就领导 因为圣灵的做工 神的国就会领导 这也如此 平时祷告怎么样呢 你们真的要去知道 最重要的是神的国 这个神的国是我们的背景 而且我们在这世上 和黑暗的国度 所有的现场能够改变的就是神的国 我们要享受这个祷告 这个时候圣灵就看不见 非常正确的 在我们算官的所有的现场 就会去做工 所以我们就会胜利 第一点 说的就是我们人生在世 有三个根本诅咒 让我们变成所有的问题 现在依然在 天国为雅 罪的诅咒 撒旦的诅咒 地狱背景的诅咒 所有的人因为这些诅咒会有问题 将来也会因为这个不断的发生问题 正因如此 我们的主说在实际上全部都结束 这一切全部都结束的意思 在这里面 真的要各位相信你们已经从这里面完全得释放 得解决 是这样得救的人 我们只要不被骗就会胜利 对吧 我们可能会失败 会受到伤痕 会有习惯 会有属灵的问题 但是只要不被骗就可以 为什么 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 用无法言语的叹息 在为我们祷告 还有什么呢 我们的状况 我们的神并不是不能体恤 我们的软弱主非常明白 你们的困难主不是不知道 比我更了解我的神与我同在 各位相信吗 正因如此 我们可以为了寻求随时的帮助 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 这个时候我们就自然会胜利 第三点 在基督当中 在胜利的基督当中 因着实际上的胜利 成就的就是基督 那么在这基督里面的我的本真 我 我的 因着基督成就的我的现场 不是我 我的 我的现场 而是在基督里面所赐的 我 我的 我的现场 首先第一个 在基督里面所赐给的我 这说的是什么呢 在基督里面的我 说的是什么 是在神的 智慧当中 是在神的能力当中 这就是在基督里面的我 今天我们读的本文话语 哥林多全书一章二十四节 我们来看一下 刚才我们读的本文话语 古林多前书一章二十四节 我们一起来诵读 但在那蒙昭的 无论是犹太人 希腊人 基督 总为神的能力 神的智慧 我和各位是在哪里呢 是在神的智慧之下 是在神的能力之下 今天二十四节分明告诉我们说 基督总为神的能力 神的智慧 蒙昭的人 蒙基督昭的人是怎么样呢 基督就是神的能力 是神的智慧 所以我是谁呢 我是在神的智慧 神的能力当中 拥有神的智慧 拥有神的能力 医治世界的人 救活世界的人 这是我的本真 第二点 各位呢 没有必要 为了去得到世上其他的 模糊不清 彷徨不定 为什么呢 因为我和各位是怎么样呢 我们是 不需要这世上 任何一切的人 我们在这世上 没有必要去拼命挣扎 只是不知道而已 我们真的是不需要 这世上任何一切的人 你们相信吗 当我们真的去 祈求神的时候 世上就会跟随而至 所以马太福音 路上三十三节说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 和他的义 这一切 这说的是什么呢 我们的本真 那么这一切都要 加给你们了 我们以为这世上的一切 就是全部 我们跟着世上的追求 去生活 如果跟着世上的追求 生活的话 就只会是世上的奴隶 重要的就是 我们是不需要 这世上的一切 我们不需要 这世上的一切 我们是求神的 那么我们去求神的时候 神就会把这善的 也赐给我们 一定要知道这一事实 这就是说 我的 我的道理是什么呢 我的就是神 神赐给我的 这要成为我的才行 神所赐的 要成为我的 最后第三点 神所许可的我的现场 神所许可的我的现场 怎么样去医治我的 这个现场呢 神把我们树立在 珍贵的 医治的现场当中 成为医治者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 医治我所属的 这个世上现场呢 马太福音 十二章二十八节 你们蒙到神的圣灵 去赶鬼的时候 怎么样呢 神的国就会临到你 不仅如此 神的国临到我们里面 正如此 马太福音五章九节 我们是怎么样的 我们去到任何的一个地方 就能够全部变成和睦 而且 我们在我们的现场当中 就能够打开传道的门 在我的现场 就能够打开传道的门 传道的门谁打开呢 是神打开对吧 所以《使徒行传》 十六章十四节当中 在菲律比地区 主打开吕迪亚的心 主亲自感动了吕迪亚 神有救活菲律比 这个地区的计划 所以神对利利亚 已经准备好的门徒利利亚 感动了她的心 所以我们现在传道的门 谁打开 真的是神去打开 直到这一奥秘的一人 成为那一人就够了 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的二十节 两三个人 以我的名导文的时候 我就与他们同在 通过我就成为神做工的开始 通过我就会一切现场 一致一切现场 是从我开始 各位只要持定这一事实 就可以的结论 这一周我们讲 也分享过这个话语 真的愿各位 里面有这个内容 就是加拿大书二章二十节 我与基督已经同定十字架 现在我活着的不再是 我是在我里面活着的基督 所以我活着 如果我活的话 绝对不可以 我们是与基督 已经同定十字架了 我里面应该让基督 活起来才可以 当基督活着的时候 写出来的结果就是 罗马书师六章二十节 撒旦会屈膝 撒旦不会骗的 我里面真的只剩下基督 这显明基督的时候 这个时候撒旦会怎么样呢 快快被践踏在你的脚下 所以他就会屈膝 屈膝的撒旦我们怎么样呢 享受救活世上 医治世界 行走正人之路 十行传一章八节 所以重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在加勒太说二章二十节 真的不要错失这个部分 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但是我现在还活着 我与基督已经同定十字架了 所以现在怎么样呢 不是我活着 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真的各位 你们要让基督在你们里面活着 你们要显明基督才可以 只有这样的时候 撒旦就会快快践踏在你的脚下 其他的绝对没有办法让撒旦屈膝 当我们里面 基督活起来显明的程度不一样的时候 撒旦就会去屈膝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享受 直到地级成为证人的祝福 愿各位拿着这些应允怎么样呢 成为医治世上的绝对望龙 祝愿各位想要这个祝福 各位一定要明白这三个部分 都成了什么意思呢 根本诅咒全部都结束了 持领实在的能力只要不被骗 去行走圣灵的道路 所以神告诉我们他都成了 为什么都成了呀 因为在基督实在的能力当中 持领这一点的时候 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本质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什么都成了 当我们持领这一事实 要怎么样呢 实在的世界是什么 是为了我们拥有 救火我跟世上 医治我跟世上的道路 这是神打造的实在的世界 越实在的这个能力 成为各位最高的能力 用主的名祝愿各位 能够持定这一点祷告题目 首先为我们教会祷告 我们也在不断地分享了这个部分 就是三个院子 中文三休日时代 真的拿着这三个使命 我们要在这个时代救国 后代 未来我们教会所有的圣徒 去集中 真的能够打开眼目 愿成为这样珍贵的一个时刻 并且与我们教会关联的 特普哈纳迪教会 高领哈纳迪教会 还有唯独福音哈纳迪教会 生命之权教会 愿他们都蒙到三个院子 成为救国地区的教会 而且每个教会都有门徒树立起来 希望大家做珍贵的祷告 第二个部分 所有的宣教现场真的要去祷告 上述有跟大家分享过 宣教式合宿训练 以及世界宣教大会 还有我们本教会的宣教大会 结束之后 4月22日到5月19日 有中南美40日 46个国家的集中训练 在我们教会去进行 大概有70人来到我们教会 墨西哥就有38人来参加 总共70人来参加这个集中训练 愿我们教会真的在这样的事工当中 能够全心全意在神面前去做服事 能够享受珍贵救活中南美现场的恩典 第三点 现在教会在进行的各样训练 明天有这个洗礼问答 主日呢有洗礼仪式 上一周周一的时候 有牧师长老 修炼会还有周二集会 然后呢还有周三到周六 要进行日本人大会 我们教会也有长老 还有施工者去参加 希望大家得为此而祷告 上次也跟大家讲过 就是我们教会有医治学校这样的一个事工 是每天在进行着事工 希望大家能够去集中祷告的这个部分 就是上一周 周三的时候我们牧师讲过这个部分 大秋老会的传道营是四月二十九日到三十日 真的用我们的教会享受生命祝国的完全大的恩典时刻 所有教会的就是各个机关啊 部门都按照这个传道营传道现场的这个所需 去进行训练 去进行集中 去进行留下 各位的训练要跟传道宣教生命运动相连 才成为活着的训练 正因如此 正因如此 所有的部门啊 机关 所有的训练 应该为了四月二十九三十日 这个传道营 兴起生命的庆典 为此而去做珍贵的流向祷告和参与到其中 通过这一次真的我们就是祷告的很多 微信者对吧 拿着这些去祷告 我们不是随便去叫他们的名字 愿神真的亲自打开他们的心门 愿神爱他们的灵魂 让他们心门打开 能够让我们去传达这个福音 成为珍贵的机会 真的希望大家为此而去做珍贵的集中祷告 今天还有我们要去祷告的一个部分就是 教会里面的一些病友 以及我们教会的Ramment 还有在各个现场的这些做事业的单位 还有传道对象 谢谢大家